你当什么 你在干什么 你脑子干什么用的 都学这么久了 刹车油门都分不清楚 你这种人呢 就该赶紧的去割了山 跨山坡51号 开车 别耽误人家 正常人家车 你学蛮久了吧 是啊 我可不可以都考两次了 都没过 这个驾校教学有问题 我要是再考不过 我起诉他们 两次没考过 正常 要不怎么总拿女司机说事呢 咱们女人呀 天生对机械就不敏感 你学多久了 两个月 科目已经考过了 下周考科目三 你怎么那么快呀 我学到现在都快半年了 你有什么诀窍呀 还是说 你给教练 要说秘诀 还真有 不过 不是这种 小私教练呗 学车哪有什么秘诀啊 多练 自然就会了 私教 上哪找私教呀 耿教练呀 他业余就当私教 而且收费 挺合理的 算了吧 他讲话 也太难听了 我见他一次 现在好几天 讲话是不好听 但技术是真好 才是我老公来了 拜拜 谁呀 谁呀 不好意思 我让你车啊 嗯 嗯 嗯 秀恩爱 贵克力代 单身狗协会吗 这里有人在秀恩爱 场面快控制不住了 赶紧地带刀过来 明天还是九点啊 啊 不用特意来接我啊 要是等你走丢了 再来找我 那我不是更麻烦 我就知道 我智障多年 你不离不弃 咱俩是真爱 哎对了 那个 哥乐山矿山坡 五十一号 是什么地方啊 你问这个干嘛 我家乡那个死教练 让我去那儿 那是干嘛的呀 重庆第一精神病院 你赶紧地气多了 哎 这是我的车 我现在这套车 我又来气 对 我是A&B 英语培训七个老师 陈洛 是的 您现在可以过来听课 对 现在报名的话 还可以打大五个 人前淑女 人后丰富 说的就是你 是 你妈妈用这个油脱包子 害人 我妈妈才不懂 你这个油脱包子呢 你妈妈用这个油脱包子 全妈都知道 我这就报警 把你妈妈杀的 你血口喷人 我报警告假的 你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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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胡说妈妈 你缺德 准备 你包娘 你冲出来 fingers 我腿 你干什么 谁ろう是他打我 谁知道你怎么玩 待会用 待会你去笑意erna 小光明 都放学了怎么还不回家 你放心吧 你今天在学校和同学打架的事情 我不会告诉你妈妈 而且李云轩说了 他原谅你了 你还有什么事吗 你要是再不回家 你爸爸妈妈该着急了 小光明 你上次的测验成绩 我看下滑了不少 你爸爸妈妈花了那么多钱 把你送来陪游学校 你可不能辜负他们啊 我没有爸爸 我只有妈妈 那你就更要努力啊 你妈妈一个人养你 不容易 陈老师 我还有李云轩说的是真的 嗯 我妈妈的地图有这包子 我妈妈的地图有这包子 这个是别人点的外卖 我给人家送过去 你吃完了好好写作业啊 那后面你问过你妈妈没有 为什么不让吃她卖的包子 后面我做完作业看到她也在吃卖给别人的包子 陈老师 我妈妈会不会真的在用滴沟油做包子 不会的 你妈妈自己也在吃卖的包子 那就说明包子里面没有滴沟油 他是大人 大人吃了没事的 小朋友吃了就会对健康有损害 陈老师 我妈妈会不会被警察抓走啊 那我改天找你妈妈聊聊 嗯 对了 上次那个测验的成绩 能不能不要跟我妈说呀 小光明 撒谎的可不是好孩子 妈妈是你的监护人 况且我们学校有规定 测试成绩单是要家长签字的 我妈会打我 你妈还打你 葛叔叔 哎 葛教练 哎 你在这儿上班呢 是啊 我来接孩子 走吧 陈老师再见 再见 喂 陈小姐 请坐 嗯 这一位一条张东的市民报警 说他拥有关业失踪超过48小时 而根据我们教书关业的手机通话记录 发现关业失踪前 最后一个电话 是打给你 是他 瞎瞎了那个关业 就是他 你们在一起做了什么 他有没有向你透露 他要去哪 我们就在一起学车 然后他介绍我 让我请耿教练当私教 我就请他喝了一杯咖啡 就这个 我跟他也没多熟的 平时只是在一起学车而已 对他也并不了解 据张峰说 他和关业 已经谈了大半年 感情很稳定 马上就要结婚了 失踪之前 他们既没有吵架 也没有任何关业 戳走的真兆 你好好想一想 他的话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或者 他的情绪和平常 有什么不一样吗 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我们就在一起喝了一杯咖啡 聊了一下学车的事情 就没其他的了 对了 好像也没什么 你要是知道什么 或者怀疑什么 请一定要告诉我们 这样或许得找到关业有利 我撞见过一次 我觉得关业 跟我们家乡那个耿教练 关系不一般 今天呢 还算练得不错啊 学车嘛 就是多学多练 其实我也没那么笨 是吧 这个人的天赋 有高有低 只要你肯练车 车嘛 终究是会学会的 不过说句老实话 你确实是我的学院当中啊 最笨的 不努力一下 怎么知道 什么才是绝问 那我先回去 咯 我 program学会的 我看了 你的責任 不努力输 我呢 我看了 不努力输 我看了 就不努力输 其实 真的嗎 真的嗎 我不知道该怎样做 我就回家了 我第二天才找那个姓梗 梗教练拿的手机 行吧 耽误你时间了 谢谢你的配方 没事 还真是深夜食堂 谢谢啊 慢走啊 下次再来 要吃点什么呀 我这有包子稀饭要面条 来两个姜肉包吧 还要一杯豆浆 好好好 稍等吧 先坐 我马上就来 来了 你是不是在附近的吧 肯定连行李都没拿 你是肖光明的妈妈吧 你认识我们家小明 我是肖光明 陪游学校的英语老师 我叫陈若 你叫陈老师啊 小明街上跟我提起你 属于特别负责任 小妈妈 我看你这店铺的一夜时间 跟周边都不太一样呢 你看我这儿 那火车站 其实人都挺近的 这乘客随身上下车 我这里呢 日夜颠倒 也是为了多挣点钱 都没时间管孩子 所以把孩子 送到你们陪游去 我们生活压力大呀 能理解 肖光明 人比较多事 又很努力 但是肖妈妈 您知不知道 最近有一件事 挺困惑她的呀 她整天琢磨 都没法好好上课了 什么事啊 就是 就是 她说 您卖的包子 为什么不给她吃呀 她吃的包子 和卖给别人的包子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不是 那我来一份包子 这碗到家 好好好 你先坐上 坐下 请老师我接个电话啊 喂 新鲜的呀 搞啥的 手脚碎没有 一定记得 脚碎啊 让别人看着就麻烦了 骨头面生就 上马上的 远一点呀 就是人命关天的 我这冰箱里还有一些呢 你上次拿来的腿还有 嗯 就是啊 那药 我当然药啊 不要白 不要这么便宜的事 来一下子 可小心点 没了 没事 我刚刚吃包子噎到了 你去门吧 下次一点起的脚碎啊 让别人开就麻烦了 哭到你生就生了 生得远一点啊 我这冰箱里还有一些呢 你上次拿来的图是还有 就是啊 啊 黄帘你在哪里啊 怎么啦 演戏呢 欠贵啦 我一个人在 我害怕 你快过来 什么情况 你到底在哪儿啊 我 我准备回家呀 你现在过来 立刻 马上 好好好 花言 我终于来了 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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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鲁你开门让我黄言 你再开门让我黄言 晓鲁 晓鲁你开门让我黄言 怎么这么久才开门 怎么情况啊你 怎么了 刚有人在敲门 我以为是你 结果打开 是一个不认识的男的 后面他还一直不停地敲 也不知道一直在重复说 说些什么 你吓死我了 外卖 我点的比我先移不到 什么情况你就草木结冰啊 饿 哎 你家有包子啊 哎 我也是买的包子 找到你有我就不买了 哼 好吃吗 好吃啊 特别好吃啊 其实就是咸肉味了没 你疯了 今天什么病犯了 鸿河山 你得去住几天啊 哎 我呀 今天去体验生活 看了一天的解剖腐尸 这是我第一顿 那我估计你现在连腐尸都吃得下吗 那可不行 在水里泡了一个月 都没有人神了 特性 那你一个写小说的 干嘛要去看解剖腐尸呢 我最近不是在写恐怖小说吗 里面正好有一个 要解剖尸体的桥段 我就去体验一下 看看呗 学习 好吧 那我给你说说我今天的恐怖见闻 给你做素材 我今天啊去了少年妈妈的包子铺 然后我就看到包子铺 想多了吧 可我怎么想笑妈妈和耿教练的那番对话 都像是耿教练又杀了一个人 然后把人肉卖给小妈妈 别说啊 这小妈妈和耿教练确实挺奇怪的 再加上 这耿教练和关燕又有意退 关燕这个时候又恰好失踪了 莫非是这耿教练杀了关燕 然后把关燕的肉卖给小妈妈 他们俩是个犯罪团伙 一个负责杀人越货 另一个负责把人肉包成包子卖掉 这样就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了 我就说嘛 他让耿教练把骨头扔了 越越越好 啊 这怎么了 怎么了 你还是相信我 别别别别别 有我在我在我在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啊 这啥情况 我想起来了 小区贴告示了 说是陷入老化 要重新铺血 吓死了 哎 我今天去看解剖的时候 那法医说 就在三个月前吧 嗯 城南水库捞上来一具尸体 大腿 齐根部 就被电锯一样的利器给切掉了 然后断腿到现在没找到 天呐 你上边来的腿还有 没人看见我 你剃骨头我脚肉 很快就包馅就好了 不会是变成包子馅吧 你说要不然 咱去那店里蹲个点看看 现在 对啊 反正我去的素材 我 我才不去 这大半夜的 你才进生病犯了呢 光天化日的坏人都藏起来了 就只有月黑风高的时候 坏人才出来做坏事 不要 不要 阿姨去吧 阿姨去吧 阿姨去我走走走走走 你就是要去 你也得带点什么东西吧 阿姨去吧 阿姨去吧 这个深夜食堂 看起来 是不大对照啊 突然想起 咱们上大学那会儿 经常偷偷半夜跑出去 学校那么高的围墙 我们才能跳出去 想想那个时候 挺疯狂的 反正坏主意都是你出的 黑锅都是我来背 谁叫你长得不像良年啊 那你这就是金玉其外 心子都烂 哎老花 咱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你最好的 你说过的呀 就是我给你擦鸟屎那次 七二三 你杀死我了 走 吃吧 我看看 什么东西阿姨去吃啊 门底都没抹云就出来走 这是鸟屎 这是鸟屎 黄云你给我加一个啊 黄云等等我 黄云你加一个啊 你讨厌 你讨厌 但是我喜欢鸟屎 你还可以看 你他在那些什么时候 你听见了吗 你还能不能走 你也不想走 你不想走 你不想走 你瘦了 我天哪 我 我却摸着性感都要杀我 你这叫做有所思有所梦吧 你别睡了 让您出来了 现在几点了 三点多 不对呀 这个时间店部还没下班呢 要不要去看看 是我啊 小泥啊 呀 小泥啊 我穿得到 很好 咦 你 听到什么没 你不太听啊 好像有男的 还有女的 一男一女 别听 是你能出来了 是是是 是是是 是是 不是是 不是是 阿婉 有豆包子吗 有 刚倒的肉馅 心里的很呢 好好上课 放上学 谢谢 拜拜 白天看这里 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不像晚上那么吓人啊 晚上也不吓人 是你静游先生 说这消息是挺激烈的 所以 昨天晚上来这取的东西 一定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昨天晚上发生在这的交易 也一定是见不得人的交易 你们找谁 我们找人 找什么人 找这屋子里的人 有什么事 不不不不不不不 这屋子是你的啊 你问这个干嘛 到底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伯伯 我们想在这附近租房子 听说这个房子出租 我们想过来看看 你们根本不是在住房子 在我们这儿 除了农民宫 谁还来住 再说 这屋前晚 出了那么大的事 谁还看住 什么事啊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说啊 哎 哎 婆婆 婆婆 哎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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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婆婆真是的 说话说一半 她刚刚说的话 想表达什么 我还不知道啊 要不再忘了解释 好 我怎么感觉 这两个都说不出来了 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啊 人眼都没一个 哎 嗯 我还是觉得 刚刚那个婆婆 奇奇怪怪的 要不咱们再回去看看吧 我总觉得有什么线索 啊 不行啊 我待会儿要去听一堂 蔡俊的课 蔡俊是谁啊 我男神 中国著名悬疑小说家 她来趟重庆不容易 你让别人给你录下来 不一样吗 陈达小姐 我作为一个悬疑小说 职业写手 我要吃饭 我要今夜 那就这么算了呀 还有个办法 要不你自己先在这儿查 等我听完课 再回来接你 算了 你你壮蛋 我一个人才不管 走吧 亲爱的 今天的探案过程让我灵感如泉涌 我写了一段 发给你看看啊 深夜食堂 观眼悠悠地行转 但是嘴里塞着布 不出声 身上被绑得结结实实 只能略略地扭动 别等了 你不想不忍 再带吧 你不想不忍 我怕你 想不忍 我怕你 得不忍 你可怕你 你快跑了 你可怕你 你可是你的眼神 你不忍 你不忍 我真的是太磨整了吧 像把一只鸡爪 看着人的手 戒指 谁的手 戴着那样一只戒指 你看这个好便宜 真的可以多买几个 你手上那个戒指 是上次接你那个人买的吧 好看吧 好看 好看 黄妍 你明天有空吗 咱们再去萧妮 半夜零路线的那个地方 看看呗 黄妍里面有故事 我觉得 你写的东西 岂有可能是事实 黄妍嘛 真的被萧妮和葛教练 联合起来 给害了 现在官员 灵魂不灭 想引导咱们 给她抱着红 明天 明天不行 蔡俊又在重庆待几天 我作为粉丝团的团员 我得在这儿守着 顺便找机会 跟她请教请教呗 明天我哪儿也不去啊 黄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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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你干什么 这是您的房子吗 这房子怎么会是我的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房子不吉利 不吉利 这个房子发生过什么事吗 姑娘 你对这房子里面的事 怎么这么关心呢 我有个朋友 他老往这儿跑 我不知道他来干什么 所以我问问 你早就说时候不就得了吗 看来啊 你那个朋友 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为什么这么说呀 姑娘 我告诉你啊 前两天 这个屋子里死了个女人 谁呢 尸体呢 尸体肢解了吗 她信什么呀 是不是新官叫官燕呀 你们报警了吗 报警不报警 我可不知道 想起来 我更不清楚 我什么也没说啊 千万可别说 是我说的 我什么也没说 我什么什么也没说 大爷 要不把房门撞开吧 邻居都说了 前几天这儿死了个女的 咱们再等等吧 咱们再等等吧 这房东马上就来了 谁啊 谁 谁要撬我家门啊 啊 两位警官啊 警察也不是随便 撬我家门吧 谁撬门了 谁撬门 我们不是等你回来吗 我这房子怎么了 啊 京东两位警官啊 有人报警 你说这儿前几天死了一个女的 有这事吗 谁放的空屁啊 啊 谁报的警啊 我诅咒他全家 你说张话 徐老头啊 啊 肯定是徐老头吧 刚才看见他 是他报的警吧 他那房子 又烂又差 住不出去 就说我房子有问题 行 我把房子打开 来 你们来看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怕你们这样 来来来来 进来看 来来来 我的房子啊 好了好了 没有死人了吗 怎么样 警察通知 没死人吧 你是胡说 这房子啊 是我爸妈留给我的 我呢 也没在这儿住 就租给一对啊 卖早餐的夫妻 这前几天啊 他们还打架呢 那女的好像还要割碗自杀 这割碗自杀 你怎么不报警呢 养夫妻吵架 逗喊 那抓模作样的割碗自杀 就高得一点皮 我是做房东的 不好管吧 那女的 一生气就回老家了 那男的 也跟回去了 前天那男的 还给我打电话呢 叫我帮他处理 剩下的那三十斤肉馅 你为人告诉我是谁报的警啊 我得找他去啊 他这样说了 那我以后房子谁住我的啊 你们告诉我 谁报的警 我们是接到路人报警 至于具体是谁 我们也不方便透露 所以 打扰了 我们先走了 肯定是那徐老头 我得找他算账去啊 你好 有人在吗 来了 来了 警察投掷 是什么呀 你好 请问你是萧宁吧 我是萧宁啊 我们正在调查 官彦失踪一案 请问你认识官彦 他失踪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官彦已经失踪三天了 他男朋友已经报了警 我们从里电子外面的监控 都发现 他失踪前的最后行踪 就是进了这家店 所以 我们想请你谈一下 他为什么到这来 之后 他又去上哪儿 老黄 你用那些小时候的脑袋想想 这官彦的失踪 到底跟萧宁有没有关系啊 这个呀 得用证据说话 得用事实说话 你别瞎着 警察同志 我能不能先接个电话 是个顾客打来的 对 喂 你还八十个包子啊 送哪儿啊 几点钟 行行行 一定给你准时送的 喂 老耿啊 你赶紧到我店里来一下 有两个警察 在我店里 说是问官员的情况 他失踪了 好好好 我等你啊 但是我总觉得 萧宁的这个店铺 什么是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没事 这不警察都已经去调查了嘛 很快就睡了 傅斯 警察同志 快站着 来 快坐 先吃个包子 再干肚子 我赶紧 把那八十个包子 蒸出来 人家着急要 麻烦你们再等我一会儿 来了来了 耿舟连来了 老耿 警察同志 说过来问一下官员的事 说是失踪了 好 请问你是 我叫耿赛平 是官员 教育的教练 你就是耿教练 我们也正想找你 官员的事情 我比他清楚 你们问我就行了 你先去忙吧 坐 总教练 麻烦问一下 林肖宁是什么关系 我跟肖宁 老乡 老乡 那你们是哪个人 林水 官员失踪了 你知道吗 这个 听架上的人说过 好像很多天了呀 人找着了吗 他失踪的前一晚上 最后的行踪 就知道这个店里了 我们通过监控发现 胜利 给他进来 对对 应该是五天前吧 当时很晚了 官员给我打电话 他说 他想练车 反正就开着车去接他 哎 来了 喝喝吧 怎么了 哎呀 哎呀 你 到底怎么了呀 没事吧 嗯 这个样子 怎么练车呀 哎呀 行了行了 别哭了 别哭了 来 我跟男朋友分手了 没地方睡了 哎呀 我当时看这个样子 也没办法练车了呀 天也晚了 我就告诉他 你最好去旅馆 开个房间 休息休息 结果呢 他还没带身份证 所以啊 我就拿我的身份证 给他订了个房间 我才走的 那你再见到官员 是什么时候 嗯 第二天晚上 也是挺晚的 他给我打电话 说他心情不好 嗯 所以我去接他之后呢 我就想 呃 他跟萧宁 是老乡 呃 我就想 那萧宁呢 劝劝他 可能这事 会好一点 这 这不对呀 官燕是五圣人 不是灵水 啊 哦 我知道 官燕呢 他是五圣人 呃 萧宁呢 原本他也是五圣人 结了婚之后啊 才发到灵水的 结果呢 跟我是一条巷子 就算是邻居吧 那 那再然后呢 呃 当时 他是带了一个大的箱子 说是铁了心的 要和男朋友分手 我把他送过来之后 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之后他们聊的什么 我还不太清楚 他来了之后啊 就一直在这哭 说他男朋友是家来 对他不好 就在我这坐了一会儿 就走了 之后我们就没联系 官燕大概是几点动作 嗯 大概是十点多 快到十一点的样子了 具体记不清了 官燕是正常出门走的 正常出门走 我的意思是说 官燕是 从正门走的 哦 那个 走着后门 我们住过一条小路 通过火车站 出去去 官燕去火车站了 嗯 喂 好 我知道了 嗯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这官燕啊 找到了 那 谢谢你们的配合 啊 谢谢 走 好 快点 就走啊 就走了 就走了 去看看 走 你已经结婚了 你为什么要骗我说没结婚啊 你为什么要骗我啊 你为什么要骗我感情啊 我和你生活大吧你 我才知道你有家 有老婆 有孩子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我怎么就是小三了啊 我眼瞎呀 我还会想跟你过一辈子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你明明知道 我是想跟你结婚的 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你说话呀 你说话 你说话呀你啊 你们冷静点啊 冷静点 小气了吧 我跟你实话实说 我那段婚姻不幸福 我跟我那口子已经 已经分居了一年多了 我是真的喜欢你啊 我没有把你当小三 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小三 我也没想过要去拆散别人的家庭 你根本就是想做起人之福 张凤我告诉你 你又不要来找我了 咱们一刀两断 我本来是想做活着一走了之的 但是我不更新 我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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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官 还有没有空的办公室啊 我想劝劝光严 有 跟我来吧 都可以 有 那个 张凤 我这边还有点情况 需要向你了解一下 没想到啊 最后是这样的结果 怎么 没有电锯 没有杀人狂 也没有人肉包子 很失望 那都不是 以前吧 关燕和他男朋友 总在光天化日之下 秀恩爱 我一度挺烦的 是啊 爱而不藏 自取其亡 不过你刚失恋 看得过人家秀恩爱 很正常 我让吉尼吃火锅去啊 然后再送我去学校 晚上有课呢 不过话说回来 本教练人还是挺好的 是我误会的 现在又对中年游泥难感兴趣 是你的 我是去学车 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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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去 学车 我们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好像吃了不该吃东西 中毒了 看人呢 送医院了 也通知家长了 行我知道了 快去上课 快去上课 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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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n 白 沈老师啊 我来看看小光明 它怎么样了 幸亏了抢救的起始 刚才的打针 现在已经睡着了 他就是吃什么了 这孩子啊 就是过敏体质 这从小我就发现了 像什么葱姜蒜啊 还一些什么热带水果 芒果呀 菠萝呀 都吃了要过敏 那你店里卖的包子 是不是他也不能吃啊 是啊 他吃的包子啊 都是我专门给他做的 你想 我店里卖的肯定用葱姜蒜啊 那天啊 这个事啊 我没跟你说的特别明白 因为我不想逢人就说 让他心里有压力 包括他自己 其实都不是特别清楚 我从小啊 就给他交代 不要在外面吃东西 有什么想吃的 回来我做给他吃 一时都挺听话的 没出什么大事 那这次是怎么了 这次啊 是他过生日 有个关系好的小朋友呢 就送了个蛋糕给他 谁成想 这个蛋糕里面有芒果呀 这不撤就过敏了吗 哎 原来是这样 那小光明的爸爸呢 我怎么没见过他呀 死了 妈 醒了又是 进去 哎呀 哎呀 喂 想你醒了呀 你看 小光明来看你的 小光明 好 小光明 感觉怎么样了 好多了 陈老师 今天的课我不能去上了 你好好养病 你落下的课 我会给你补上的 对了 这是今天上课的主要内容 只有几段视频 你先看一下 不懂得再问我 陈老师啊 我去医生办公室了解一下情况 你替我陪他一会儿好不好 行 好 谢谢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 行 那今天就到这里 你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没事 还有护士阿姨呢 那行 你好好休息 要乖乖的哦 我明天再过来看你 拜拜 谢谢 你看看 你还在等什么呀 都过那么长时间了 我说呀 这事你还是早点回去 起诉离婚 再这么拖下去 什么时候才是得逗 你看 我这个包子铺这么忙 告诉小明 白天要上课 回来就得做饭给他吃 我可以帮你带 还是等等吧 等小明放了寒假 都有空了耶 你还是不相信我 不是 我是觉得吧 没必要这么着急 我觉得这事吧 还是早离早轻松 你看吧 现在离婚里 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还是在等等 小明啊 这也要放寒假了 这件事啊 拖得越久 对你母子俩 就越不好 刚说 肖光明的爸死了 然后就被性梗的 劝说回去 起诉离婚 你说这得 夺大仇 夺大恨 才能逗人家死啊 对啊 自己有老公 然后呢 还跟别人不亲不楚 你说这肖明和官业 是不是一样的 都是第三者 莫菲 肖明出轨 耿教练 这个调整好 肖 我 耿教练呢 私奔之前 可能就离了婚了 而肖明 可能因为种种原因 就没有离成婚 他们俩现在 是以恋人 和夫妻的名义 生活在一起 靠谱 我就说嘛 这耿教练 怎么老是去接送肖光明呢 这当天 到底挺称职 你说这肖光明 和耿教练长得像不像 哎 你也太恋毒了吧 这你也想得出来 不是 这肖光明不是跟他妈姓的吗 他又没跟他爸姓 这跟谁姓 不都挺正常的吗 对啊 在重庆来讲呢 是挺正常的 可是在周边区县 尤其是男孩 跟着妈妈姓的太少了 这肖光明哪人啊 好笑说过 淋水吧 淋水 正好 我爸有个朋友 就是淋水的 然后他们说过两天 要到淋水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要不我跟我爸一块回去 顺便借着我爸的光 在当地打听打理 这乡您到底怎么回事 黄言 要我说 你就别瞎折腾了 趁早去你老爸公司 接班算了 没梦想 这人要是没有梦想啊 那跟贤瑜有什么区别啊 说句实在的 你呀 经商或许还能成 写小说 劝你劝你早打坐 你的意思是 我在写作的路上 地定一无失措 放心 你的感觉 是对的 我现在是在用我 衣食不愁的现实 来支撑我穷而不得的梦想 拜托 不是现实支撑了梦想 而是梦想支撑了现实 好吧 像我 每个月成为月光族的原因 不是因为太能花钱 而是因为赚得太少 年轻人 现在没钱很正常 别灰心 以后没钱的日子 多着呢 我一想到 明天又要去驾校 见到更照亮 我就更心灾了 救命啊 给教练 给教练 你 你就拨在我练一场嘛 还练什么练的 你脑子是进水了吗 跟你讲了多少遍 油门不能踩中了 要精彩 你怎么就学不会呀 跟你讲了你也不明白 完了 你不用再来了 你 我要是都会了 我早自己开车去了 我干嘛跟着你学呀 就算你是教练 你也没资格这么损别人吧 再说了 你是什么人 做了什么事情 自己不清楚呀 你没资格损别人 你给我说清楚 我到底做了什么了 我为什么没资格教训你啊 你回来 小龙明 程老师 为什么我要拿后科本 李渔轩不用拿 你前几天生病了 李渔轩的教过了 程老师 如果我这次考得不好 你能不能不要给我妈说呀 你妈妈真的会打你啊 不及格就打 及格就不打 分数呢 我还是得告诉你妈妈 不过你放心 我会找她好好谈一谈 让她不要再打你了 谢谢程老师 那我去上课了 喂 有什么好消息吗 没有查到小妮 她的户籍不在领水 但是查到了耿教练 耿教练是领水人 两年前她因为打架 被拘留过 跟她打架那个人 叫王大勇 15世人 哦 知道了 程老师 诶 想问了 这个点怎么有时间过来啊 之前啊 一直都是老耿帮我接孩子 她这两天 临水老家略事情就回去了 我来接孩子 对了 程老师啊 我给带了点包子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谢谢你那天到医院来看小明 小妈妈 您太客气了 我觉得萧光明这孩子懂事又聪明 我还挺喜欢他的 我最大的愿望呀 就希望这孩子能成才 对了 对了 萧光明现在在上数学陪众课 还有15分钟下课 要不去那坐会儿等他 啊 好 萧光明啊 小明啊 她是心里也不高的老师 也是她的父亲 小妈妈 您太客气了 好 小妈妈是哪里的人啊 我是五胜的人 跟耿教练吧 这算半个老乡 所以大家再澄清 相互照顾一下 没别的关系 对了 萧光明 要是萧光明成绩下滑 或者考试不及格 你真的会打他吗 我这个人吧 脾气也确实是不好 你知道我们做生意 真的不容易的 这生意好的时候呢 忙起来啊 就过不上他 生意不好的时候也着急啊 我一看到成绩下滑 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 特别想打他 萧妈妈 你的教育方式方法 我不好干涉 但是现在萧光明长大了 有自尊心 假如说你一味地 用自己暴力的方式 去教育他 是不是会适得其反呢 反而起不到教育的作用 是啊 确实是 以后啊 我保证 我不打他了 妈 妈 超学了 嗯 超学了 你跟我们走了啊 超学再见 小妈妈再见 那是梗教练 第一次主动约我练车 后来 我还是赴约了 我想他可能要跟我说点什么 但是练了一百遍上坡起步 又练了科目三的路考内容 他仍然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解释 原来是我想多了 他不过是来赚赔练费的 梗教练 还是换你来开吧 你学车还是我学车呀 这条路平时没什么人 没什么车 像你这样脑子又半胆子又小的 就应该多开多练吧 我今天状态不好 真的累了 累了 那累了你还学什么车呀 这个学车啊 就是对汽车的一个熟练的过程 笨是天生的 懒是后天养成的 像你这么又笨又懒的人啊 必须比平常要付出三倍的时间 你说的我都懂 但是你也应该因材施教嘛 我需要时间慢慢来 再说了 我也不着急拿驾照呀 我说你们女人怎么都一个样啊 就拿萧宁来说吧 我老早就要再考驾照 可她呢 一拖再拖 今天说店里忙 明天说呀 啊等孩子放了架再练 结果呢 到现在也没练 想当年我学驾照的时候 一天就学会了 难道你们这么麻烦呢 我看你呀 简直就是浪费钱 梗教练 我很好奇 你和萧宁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有什么关系 是夫妻关系 还是恋人关系啊 是谁告诉你呢 我和她是恋人关系 我没听谁说 我自己看都能看出来 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和萧宁 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啊 天天不好好练车 只知道听别人瞎说 瞎交车跟子 简直吃饱了 没事干 你吓什么 你吓什么啊 心虚就别做那些事了呀 你做了那些事就别看别人说呀 你给我下车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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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 我到底做什么 我到底做什么了 我到底怎么心虚了 你下来跟我说是清楚 下车就下车 我都调查清楚了 你离婚了 但是萧宁还没有离婚 你家都是从流水来的吧 你每天接送萧光明 你图什么 你和萧宁当初私奔来重庆的时候 别说了 我告诉你 造谣要付出代价的 你 你 我 你要敢走 我就投诉你 我 喂 哎 谁敢的 你给我站住 真没风度 没风度 我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上 请 小婚言 关键时候掉链子 真不靠谱 姓梗的 你给我等着 我明天就去投诉你 让你从家乡 全不敢走人 全不敢走人 你让你从家乡 你 啊 啊 小肚子咋子 给我回来 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 哎呀我说别哭了 已经赶跑了 赶紧回家吧 回家吧回家吧 赶紧回家 赶紧回家 是回家不回家能去哪啊 上车吧 等等 刚刚那个人 跟你是一伙的 你特意安排来欺负我的是不是 从小到大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哪有这么吵的事呀 我刚跟你吵完架 就被你认在这荒郊野外的地方 然后他就出现了 我就知道 是你特意安排对付我的 你有病啊 我现在没事干 我做那个破事干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和小您的事 你那点破事谁不知道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敢做不敢当的是怂祸 你嫌丢人你就别劈腿呀 你劈了腿怕被别人说 又想干透气摸狗的事 又想立牌法 还想被世人歌手 你哪有那么好的事 你做你的春酒大猫去吧 你信不信我真把你丢这儿 丢就丢 别怕这样 跪了 快吃哦 吃吃吃 就知道吃 今天就是因为你没接电话 害得我差点被坏人掳走 帮压寨夫人去了 就你这金身头 帮压寨夫人不刚合适吗 那个性梗的 这是头顶流浓 脚下身窗 坏痛了 人家最后不是 还是把你给送回来了吗 要是把你认得一条街上 即便车水满龙的 你打车回来 也不得办法有事啊 说的也是 那看样子 还是有所顾忌 没坏头 人都是有多面性的 一种劈腿私奔的 不一定其他方面就渣 对我老婆忠诚的 也不一定其他方面都好 你说现在 耿教练应该恨痛我了 以后呢 也会继续给我小鞋穿的 说不定 还有跟他的阴谋等着我呢 你说 我要不要去找驾校 反应反应 让他们给我换个教练 突然摘在他的手里 我多不止 为了安全起见 也不是不可以 先把他和肖宁之间的关系 搞清楚 然后对症下掉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上 有一种 逻辑上的混乱 这是哪混乱了 搞不清楚 哎 搞不清楚 你知不知道 什么是日全食 什么 说的就是你呀 一整天就知道吃吃吃 饿死鬼投胎呀 你这是羡慕我 狂吃不胖子的 我羡慕你 好呀 让我来看看 你哪瘦哪胖呀 你妈妈怎么生病了 这两天店里忙 妈妈舍不得请人 就把自己累定了 看着梗叔叔在店里 梗教练在店里 没什么 我很累一送你回去 而且我也想吃 你妈妈做的包子 陈老师 你有问了我妈妈吗 为什么 包子里面到底 有没有地勾油 没有 要是真有地勾油的话 我也不敢来你家 吃包子了呀 你还记得吧 你上次过生日 同学送了米和巧克力 然后就过敏了 你妈妈是怕你知道 卖的包子里 葱姜蒜那些 所以你的包子 都是她单独做的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我知道了 走 来 这包子 慢点 慢点 行 慢点 回来了 陈老师 谢谢你 还没吃饭吗 来来来 请坐 我给你这包子 陈老师 快来坐 来了来来 老师 这是你的 怎么样 这是你妈 她已经给你做了 是吧 来 谢谢董叔叔 妈妈 来了 不好意思 吃完了 吃完就赶紧回家做作业 陈老师 拜拜 拜拜 好好写作业啊 陈老师 昨天晚上我说的话 很过分 对不起 我知道 你对我和萧宁的关系 有那么点点误会 我帮她呢 纯属是因为我们是老乡的关系 而且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真的很不容易 记得当年 萧宁 她嫁到了 临水 在那 开了一间包子铺 本来她们的生活 应该过得红红火火的 可是她老公 王大勇 勾搭上了一个 早货的老板娘 萧宁她知道这个事之后 很想忙回家庭 可是 跟老板娘 已经跟她老公离了婚 而且 还有了王大勇的孩子 她想以这个孩子 来要挟王大勇 跟她结婚 后来 王大勇就拿了家里所有的钱 给那女的跑了 是 那个老板娘的老公 就是我 离婚之后 我就来到重庆打工 有一次我回到老家 听说萧宁的包子铺 不开了 而且 还欠了人家很多的钱 正好 我一个学员 他要转让这家包子铺 我就跟萧宁商量 给他来重庆 把这家店接了下来 对了 深夜食堂的名字 是我取的 还行吧 萧宁一个人带着孩子 不容易 不好的事 王大勇离家已经两年了 按照法律来说 他可以单方面的 起诉离婚 萧宁他也说了 等孩子放假 他就回去办这个事情 他呢 是应该赶紧把这个婚礼给业了 能够回到单身 才能够找到 适合他的人了 你就没打算过 和萧宁重新组成家庭 我觉得 现在我和他的关系 挺好的 没必要去改变 老板 哎 你怎么来了 陈老师 小妈妈 你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 就是小感冒 休息休息就好了 真的好了 嗯 那你们聊 我收拾一下 陈老师 坐呀 小妈妈 我觉得 耿教练这个人 挺好的 而且 跟孝光明也处得来 你一个人 带着孩子不容易 你有想过 重新资钱家庭吗 嗯 嗯 你看 我这店里的 生意挺忙的 我觉得吧 现在对于我来讲 最重要的事呢 就是多挣点钱 把孩子养大 嗯 好 老耿对我母子的好 我心里明白 出旁都收拾好了 我们明天再过来 你好休息 嗯 老师 先走了 哎 对了 记得把钥匙了 嗯 这些年 多亏了老耿 老耿这个人啊 刀子嘴 豆腐心 蛮热心肠的 他也是被他那个老婆呀 害惨了 他老婆呢 把屋里的钱 全全走了 一点都没给老耿留 现在 他也不容易啊 起早谈黑 还当私教 就是为了能多正一点 陈老师 你有合适的人 给老耿介绍 好有个人 照顾他 时间 真的会让事故 变成故事 不管 昨夜 经历了怎样的 起步成生 早晨醒来 这个城市 依然车水马龙 谁不期望 岁月静好 可是生活 如此现实 有的时候 哪怕只是 心心相细的一点关爱 也像寒夜里的灯火 照亮别人 也点亮自己 黄炎总说 成年人的生活里 除了容易发胖 哪还有其他容易可言 生命就像是一个 疗伤的过程 我们受伤 痊愈 再受伤 再痊愈 或许总要彻彻底底的 绝望一次 才能重新的 再活一次 我们都曾不堪一击 我们终将 刀枪不入 一个人 也要抵过千军万马 一个人 也可以活色生香 你说 命运是什么 命运 出生到死亡 是命 而这期间过得好与坏 是遇 你的回答 惊艳到我 嗯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